第四千九百一十六集 叶洛尔和北冥神尊都肃立不语 静静地站着 任天女如梦一般地自语道 那地方 杀奇太可怕了 我和小凡 都差点葬身在里面 幸好最后我们侥幸逃了出来 那是我跟他唯一并肩作战的日子了 当初来后 为了争夺人家天命的称号 我和他注定是不死不休了 叶洛尔和北冥神尊 听着任天女回忆往事 提到了任非凡 两人自然不好插口 继续保持着沉默 任天女笑道 我当年和他 夺取到了一块天玉魂巾 被无数势力追杀 那天玉魂巾是地狱界的特产 数万年才出产一块 无必珍贵 如果能带出来的话 我和他都足以逆天改命 可惜啊 那天玉魂巾煞气极重 我们实在没办法带出来 甚至差点被反噬 最后 只能埋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北冥神尊听到这里 心中一动 天女大人 我听你说过 那天玉魂巾 是打造地狱魂道的材料 轮回之主 想补全他的轮回圣魂天 必须要用到天玉魂巾 任天女道 没错 我今天耗费极大精力 许下愿望 寻找地狱界的位置 就是想叫你们过来 帮我把天玉魂巾取回来 说着望向北冥神尊 又望了耶洛尔一眼 耶洛尔娇须一颤道 天女大人 你 你是想将天玉魂巾 送给叶大哥吗 他知道天女 一直在培养夜晨 而此刻的夜晨 正需要天玉魂巾 若是给了叶大哥 那真的太好了 任天女玩耳一笑道 那天玉魂巾 我自然是要给他的 但他必须要拿东西来换 耶洛尔愕然 隐约猜到了什么 北冥神尊喜道 天女大人 你是想叫轮回之主 拿那魔女的心脏 来兑换天玉魂巾 这倒是妙计呀 任天女道 没错 那魔女的心脏 是我练功必备的材料 不容有失 只要我们拿到天玉魂巾 夜晨那家伙 肯定会乖乖交出 魔女的心脏的 天女不想逼迫夜晨 但那魔女的心脏 她也不想错过 故此 用天玉魂巾交换 无疑是两全其美的策略 叶洛尔大事震动 她也听天女说过 魔女之心的事情 光芒道 天女大人 不可以的 你这不是为难 叶大哥吗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叫他杀掉 那个叫善柔的女孩 他一定不愿意的 任天女呵呵一笑道 善良 你在开玩笑吗 死在夜晨手下的人 尸骨足以堆成一座山了 他怎么能算善良 他不想杀那魔女 多半是被迷惑了 只要我拿出天玉魂巾 他一定会清醒过来 要天玉魂巾补全轮回圣魂天 还是要一个魔女的性命 我相信聪明人都知道如何选择 叶洛尔冷汗层层 感到天女此法 比叶辰做选择大大的不妥 他想要劝说些什么 但天女淡淡地摆摆手 止住她的说话 不用说了 洛尔 你和北明去一趟地狱界 拿回天玉魂巾便是 天女先手灵气 释放而出 汇聚成一幅地图 这是地狱界的地图 天玉魂巾的埋藏点 我给你们标注出来了 你们小心一些 务必将天玉魂巾拿回来 北明神尊恭敬地接过地图道 是 天女大人 天女见伊洛尔有些不情愿 便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蛋 笑道 洛尔 我从来没强迫过你的叶大哥 你将天玉魂巾拿回来 他肯不肯交易 都看他的意思 我可不会逼他 这次去地狱界 也算是你的一场历练 叶洛尔无奈 只得点头道 是 天女又向北明神尊道 北明 保护好洛尔 那地狱界毕竟十分危险 你就算拼着这条命不要 也不能让洛尔出事了 北明神尊道 谨遵天女大人发指 叶洛尔心中一阵感激 当下 天女便是撕裂出一条空间通道 挥挥手道 你们去吧 是 叶洛尔和北明神尊 齐声英诺 便踏入空间通道之中 沿着通道前往地狱界 铁臣 我倒想看看 你是要天玉魂巾 还是那魔女的性命 人天女眺望着远方的天空 嘴角微微地勾起了一抹笑容 如圣券在握 地狱界 挑出万界外 不在五行中 这是一片无比特殊的世界 整个世界布满了腐烂的血肉 尸骨 还有各种各样粘稠的液体 浓水 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肮脏东西 这地方可以说是 所有时空世界里面 最肮脏 最令人作呕的存在 当之无愧的地狱 此刻在地狱界里 一座尸体烂肉堆积成的山丘上 两道身影撕裂虚空降临下来 正是耶洛尔和北明神尊 两人一降临下来 看到周围尸山血海 无数粘稠液体翻腾的可布景象 都是眉头紧皱 即便两人见惯了杀戮风浪 但这地狱界恐怖诡异的环境 还是让两人一阵恶心 差点要呕吐出来 这里便是地狱界吗 耶洛尔释放出一层金色的灵气 保护住身体 免得被周围的石山血海 无穷瘴气所侵蚀 洛尔小姐 我们还是尽快找到天狱魂精 回去向天狱大人复命 北明神尊取出地图道 嗯 耶洛尔轻轻点头 当下 两人便是照着地图 一路往前飞掠 地狱界内 到处都是冤魂与恶鬼 幸好耶洛尔和北明神尊 实力都颇为强悍 寻常的冤魂恶鬼 也伤害不到他们 很快 两人来到了一片荒废的遗迹之中 这片遗迹到处都是残破的大殿和楼宇 里面布满了白骨尸骸 天空上有一只只突旧盘旋 地狱界之内 遍地都是尸体 鲜血滚滚 但并非死地 相反 这里存在着诸多强大的势力 那些势力 有的是西年正道 无无失败后的强者 隐居此地创立 有的是地狱气息凝化出的先天灵体 联合所见 还有的势力 甚至与无无时空有关 无无时空极其混乱 即便是从无无时空里诞生出的种族 也未必能够适应那片时空的环境 有的种族忍受不了无无时空 那无法描述 完全不能确定的法则 于是跑到了现实世界 就躲藏在地狱界里面 相比起无无时空 完全无法描述的法则 地狱界的法则 至少与现实世界有一点的关联 而现实世界则代表着稳定 踏实可以让每一个生灵繁茂生长 天女给的地图上 收录着地狱界的诸般势力分布 叶洛尔和北明神尊 捕捉到他地图上的因果 自然知晓这片地狱界的可怕 那些个强大的势力 特别是源自无无时空的种族 在这片世界里 占据着绝对的主宰地位 一个个种族势力 在尸山血海的世界中 开辟道场建立法统 稳步修炼前进 只为了最终的超脱 叶洛尔和北明神尊 两人眼前的遗迹 正是一处荒废的道场 早已经衰灭 失去了所有的法统气象 又重新被尸体和白骨侵蚀 地狱界的地脉 充满了恶毒 恶难与诅咒的气息 当地脉的煞气汇聚起来 就会变化出无穷的白骨与尸骸 如果没有道场法统的镇守 就会被白骨尸体所侵蚀 最终沉沦成地狱 眼前的遗迹还没有彻底沉沦 依稀能辨认出昔日道场的轮廓 叶洛尔和北明神尊相视一眼 两人迅速进入遗迹的中心 在遗迹的中心地带 两人看到了许多挖掘的痕迹 还有许多祭祀的用品 痕迹还很新鲜 有人来过这里 叶洛尔暗暗吃惊 北明神尊脸色一沉 也是凝重道 看来天女大人 埋在此间的天玉魂晶 外人也在寻找 不过幸好他们没有找到 当年 任天女和任非凡 将天玉魂晶埋在这里 用了特殊的禁制掩护 如果没有破解的咒语 外人就算挖掘一辈子 绝地三尺也不可能找到 叶洛尔道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点找到天玉魂晶 回去复命 北明神尊道 正是如此 说着 北明神尊便是轻轻念诵 血月幻灭 爆谱手衣 诸法禁破 天玉魂晶 起 这吟唱声落下 天地骤然轰隆隆地震荡起来 裂开了一条缝 裂缝之中 有血月的光辉弥漫而出 而后血光散去 一块拳头大的晶片 从地缝伸住 缓缓地 升腾而起 嗡嗡作响 这就是天玉魂晶吗 叶洛尔看着那晶石 一阵惊奇 只见那块晶石 通体经营的没有一点瑕疵 非常的剔透 散发出极其强悍的能量波动 让人看上一眼 就感到心摇神弛 灵魂动荡 这晶石正是天玉魂晶 当年 天女和任非凡 联手布下晋制 将天玉魂晶 埋在此地 直到此刻 北明神尊 吟唱出咒语 解决晋制 才让这块魂晶 重新出世 随着天玉魂晶出世 一股磅礴的能量波动 也是冲天而起 天上风云滚动 出现了一个 漩涡般漆黑的能量团 风雷滚滚 气象剧烈 东西已到手 洛尔小姐 我们快走 北明神尊 拿过天玉魂晶 收入怀中 便催促叶洛尔离开 这块天玉魂晶 煞气极重 幸好北明神尊 有着大军级别的实力 足以承受 而当年 天女和任非凡 找到天玉魂晶的时候 两人都不是天君 甚至还没斩家 自然承受不住 天玉魂晶的能量